关注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座位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但这周呢咱们只交易三天 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是再创新高 但是新高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 可以说是在预期之内的 因为今天这个指数呢 其实在上周五涨完之后 已经是比较明确的偏离五天线了 所以新高之后出现回落也比较正常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情况 上这边呢 今天的收盘点位是0.08%的跌幅 收在2965点 其实今天的盘中最高呢 也摸到了2980附近 那么下方呢是我们画出了一条五天线 目前这五天线的位置 其实它也是比较快速的上移啊 就在2950附近 那么还有一根虚线呢是2900点附近 如果说这个节奏和之前一样的话 没怎么变 那已经连续涨了差不多有 六七个交易日了 短线是否需要修整一下 这个修整呢 当然可能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 也是一个逢低建仓或者进场的时机 但是在2950附近 还是在2900附近 选择什么品种 这个至关重要 我们再来看一下创业版 创业版是继续新高啊 你看这个偏离五天线确实有点远了 今天有1738亿的成交额 1%的涨幅 2342点啊 就创了新高之后啊 还能够放量拉出去 短线啊 是否也有一个修整的需求 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指数今天是全线新高之后回落 节前还能不能继续做多 A能 指数新高之后呢 震荡蓄势 所以在2950就五天线附近 大家就可以逢低加仓了 做个波段也行 B不能 短线的有获利回吐的需要 所以等到2900点附近吧 大家再逢低加仓 就是看看这个指数的节奏上 是不是和之前一样 还是稍微更快一点 再加上本周只有三个交易日 所以在操作上应该如何把握 我们来听一听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二位嘉宾 看看他们二位给出怎样的判断 今天请到的二位来宾呢 分别是杨永和吴海荣 也欢迎二位 稍后来听听二位的观点 简单了解一下 各大指数的表现情况 还是一个身强护弱的格局 中小创呢 都是红盘爆收 上证和武林市微幅下跌 我们看一下成交量啊 今天是放大到了8000亿 其实量能明显放大 是一个比较好的事 对吧 之前只有6000多亿 然后上周开始都在7000亿之上 今天有8000亿 虽然是一个冲高震荡的格局 但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啊 就是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的 就很少有普涨的格局 都是在50%左右的赚钱效应 上周五指数大涨 只有60家涨停 今天只有48只个股涨停 9只个股跌停 我们再来看一下ST个股方面 ST个股方面呢 今天跌停的有15家 涨停的也只有11家 赚钱效应 也只有47%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就是 虽然创业版都已经创出新高了 但是赚钱效应 没有说能够不断地出现 普涨的现象 所以在操作上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来听一听 二位嘉宾对于本周 剩下两个交易日市场的一种研判 先丁丁养勇的吧 觉得短期这个市场 还能够继续做多吗 我觉得做多没有问题 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 整个市场呈现的始终 是一种结构性的一个行情 如果说只是 预期没有太大的一个 下行空间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这个结构性机会 短期还不会消失 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 以创业版为代表的 这样一些科技成长股的表现 是非常的亮眼 那我觉得因为年纪节前 只有两个交易日 在这个结的假日期间 外围肯定还是存在 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 那股指在这一块 可能短期上行 也是面临一定的压力 因为我们看到创业版 也是连续几天的一个大厂 像主板这一块 虽然说短期上涨的幅度 并不是非常大 但是也创了一个新高 那么这一块的话 我们觉得假日期间的话 因为这个明天后天 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个震荡 但整体来说的话 因为这个板块轮动的情况之下 这个板块之间 它指数会有一个对冲的效应 所以指数看上去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这里要强调一下的是 可能在这个7月份之后 大家要小心一下了 因为不管是从反弹的空间也好 包括反弹的一个周期也好 我们认为这一段的行情 特别是创业版这一块 创了一个新高之后 那么基本上近几年的一个新高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它理应是有一个调整整顾的一个需求 那么另外一块进入到7月份 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可能会面临一个中期的一些不确定性 特别是第一块 我们知道7月份即将面临的是一个中报的一个考验 而中报预期业绩比较好的几个方向 像科技包括医药和消费几个方向 普遍股价都处于比较明显的一个高位 那么如果说在这一块出现一些业绩不移区 那对整个市场的指数来看的话 那相对来说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利空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看了一下就是 从这个7月份的一个解禁的情况来看的话 可能也会对整个市场构成一定的一个压制 因为7月份的整个市场的解禁的规模会达到4000亿以上 这样一个规模 特别是以科上版为代表这样一个板块来说的话 它的一个解禁除了今年1月份之外 又是最大的一个月 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一块的话 我们觉得如果说科上版的一个指数出现了一个波动 那么它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个科技和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面 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这个7月份是应该去防一下这个回调的一个风险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不管是回调也好 震荡也好 整体的上升的一个趋势 结构性的一个行情还是一能看好 还是一能能够延续的这么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说7月份那不是很快了吗 咱们本周期只有三个交易日 对 当我回来也不够好像也就两个交易日 然后就到7月份了 你是指说7月份到中报 因为创业版是在7月15号之前 是强制披露的 是吧 你是觉得说回来了 可能就要进入震荡的模式了吗 那这两天其实不是应该逢高兑现 就不要再做多了 是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整个券商板块的这种异动 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市场的 它的板块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 因为像高位的一些资金出来的 它有避高就低的这么一种需求 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券商 你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板块 虽然说基本面目前还看不到 做多的一个逻辑 但是整体来说估值的非常低 那么对于一些追求确定性的这样一些机构资金来说的话 他们适当的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逢低的一些布局 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除券商之外 你像银行包括保险 对于一些周期股的话 整体来说都是非常低的这样一个位置 也不排除券商动了之后 可能之间还会试图去寻找其他的一些低位的板块去做轮动 那这样来的话我们觉得指数这一块它上下的一个板块轮动 这种有的涨有的跌它能够对冲一下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在上周的国常会 其实是提到了近期这个货币政策的一个调整 还是有预期的 那么特别是降整这一块 好 再来听听吴海荣的观点吧 吴海荣觉得咱们节前还剩下两个交易日 指数是会会有升幅的调整吗 还能够做多吗 我觉得可能短期最后 节前最后两天 还是偏一种强势震荡整理为主 因为首先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指数现在看上去很强 特别是创业板指数 实际上把前期今年年初的两月份的那个高点直接打过去了 而且现在似乎也没有调整的迹象 但是今天从指数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今天实际上周末有利好 然后叠加了今天是有两个大体量的板块在动 而且这两个大体量的板块整体位置都并不高 券商跟芯片 周末的利好你指的是什么 主要是对于这个上证指数的一个这个编制的这个改革 我觉得应该对于市场 包括中芯国际的过会 对科技股的影响 然后前一是对券商股的影响 我觉得都是对于指数未来向好的一种预期 但是今天你看就是指数动了相对位置比较低的两个大体量的东西 今天指数也是一种冲高回落 就券商板块今天实际上大家注意没有 就是今天最高的时候盘中最高的时候有五加涨停 对 但收盘只有光大涨停 盘中一度有五加涨停 但是你去看上证指数最高的时候也就涨了十几个十五六点 然后就就后面陆续开板回落 就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券商涨芯片涨一个代表券商传统产业 周期性指数向好的一句 另外一个是科技属性 但是指数并没有就是其他更多的板块进行跟随 我相信如果说今天券商动盘中最高五个五个五个个股涨停 再结合一些比方说保险动一动 或者说其他的周期动的 我相信今天三千点 计算站不上 但是我觉得也至少要喷一下 那今天实际上到两千九百八十多点就过不去了 所以我觉得整体指数我觉得可能一方面短期在这里 也毕竟涨了几天了 然后创业板在这里也是把前面的高点消掉了 那我觉得再结合我们马上有四天的假期 小长假也算小长假 所以我觉得这里进行指数进行一定的修整 我觉得这个应该都是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正常 也很容易理解嘛 是吧 指数修整一下这个指标 但是中期来讲 我觉得这个位置 我觉得高度应该还会比较高 就现在我之前 我觉得上周也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市场对投资者的困扰是什么 困扰就是冲上去不卖就掉下来了 然后往下砸 大家都想一个更低的位置去买路 但是可能中一线就这一天就不下去了 就上次就像大家都想在2850那个缺口去买 就不下去 瞧一天就就在那里不下去 但是你又买不到 所以你要在这个很小的波段区间之内 你说进行高抛低息 我觉得短期是没有错的 因为你不断现在波动频率很小嘛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投资者放到更高的宽度上来讲 我觉得2800也好 2900也好 3000点以下 我觉得都是市场大的阻力机构的筹码收集区 就是说类似于现在我们像我之前讲过 2014年那时候就是在2000到2200盘了整整一年 然后再发动行情 所以你现在所做的所有的这些高抛低息的动作 反正你掉下来 你抛逐力收 但是它不会直接往上买 因为为什么 它可能现在充满也还不是很多 所以你要让它直接发动行情 现在可能还有一点时间 但是我觉得对于市场来讲的话 我觉得目前这个区域整体应该还是一个 就是特别是现在这个其他三大指数 就中小板 深圳 城市 包括这个创业板指数 现在趋势很明确了 但主板实际上刚刚要有走趋势的迹象 那我觉得这里有反复 比方说你再过去 可能我觉得场外资金 为什么这两天成交量放出来 我就是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其他三个指数 实际上陆陆续续续 都走出去走趋势了 上阵你排了这么长时间 现在也到了一个过去两年多的 一个收敛三角形的极度收敛区 那我觉得这个极度收敛区 你走到后面一定是会形成方向性的突破 所以大家为什么今天券商也都 一定大家有之前的经验 就只要动到这些东西 券商买了没错 所以今天券商也 但是很显然市场资金 现在就是说从各大板块来看到 它还是有一定的分歧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 未来两天进行小幅度震荡 我觉得都完全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你要就比较大一点 深复的调整 我觉得这里难度可能也不小 好 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就现在比如说普通投资者 有的时候就会愿意做高抛低吸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面不卖 它就会跌下来 对吧 你就坐了个电梯 当然你比较精准的 就是你要买回来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判断 现在这个行情 到底是反弹到了一个 什么样的阶段 如果说这波行情还能延续 时间上也有 空间上也有 其实你不卖也行 但是大家就怕的 就是说缺口也补了 对吧 创业板也创了新高了 中暴也马上临近了 所以这波的反弹的时间 周期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 尾声的阶段了 我还能不能保持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多头的思维 如果说已经快结束了 那其实你也不用在这 去找机会了 吴海伦怎么看待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反弹的什么阶段 对 我觉得短期来讲的话 实际上马上可能进入一个 强势震荡的阶段 这个我一开始就讲了 我们今天动了这么大的 两个体量的东西 实际上指数也就冲 十几天冲不过去了 就实际上说明 就除了今天动的那两个板块 很多板块就不跟随 就今天的高位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都在砸 你今天你看涨停板加速 实际上跟前两天差不多 但你去看跌幅榜上 大跌的个股一片 你如果单纯去看 就是跌幅榜的那些个股 你感觉今天指数 实际上是跌幅比较大的 但是你去看指数 实际上仍然在那里不动 所以我觉得就是短期的高抛低息 一个是针对于结构性行情中间 可能你需要做的 因为现在不是起涨起跌 今天动这个板块 明天动那个板块 所以你涨的好的板块 你就是你减一点 然后你相应看好的板块 调几天你又起码 我觉得这个没有错 但是大的思路 大的就我们要做战术 要做战略 战术是你可以去做 短期的高抛低 但是战略我觉得 未来我觉得应该是有行情的 对 但是你比如说 你说长一点 比如说今年 那可能我们说不定 还有更高的空间 但我们就说当下 因为从2646反弹到现在 三个月份到现在 对吧 三个月的时间了 其实不久了 2646反弹到现在 2900点 对吧 其实也有接近400点的空间了 然后再加上中报的临近了 就是这个反弹的时间的周期 或者现在的这个阶段 你觉得通过什么判断呢 我觉得现在有分歧是一定的 因为现在这个结构性的 这个剪刀差 实际上是相当相当的厉害 就高位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已经有个股调整 已经很明显了 就现在比方说 你一些原来的消费 医药医疗里面 原来走加速的那些品种 就你去看整个板块指数 现在还是很正常 我觉得 但你去看有些当中 有些加速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已经调一个礼拜了 我觉得那些东西 它调整是很正常 所以现在就是怎么说呢 你说完全这个地方 即使产生指数的 就是比方说短期的分歧调整 我觉得也不会太影响 就是板块之间的 结构性的行情的活跃 只是说这里面就是 这个轮动的会比较厉害 就是原先可能 你做的很舒服的那些东西 就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那就是其实你的意思 就是可以把指数看得淡一点 对 就是还是依然可以保持多头思维 只不过说你选择的品种 就这个节奏的把握 可能稍微的要精准一点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因为为什么大家周末看到 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重新编制 因为已经确实很多年 就很多人 大家也在说 就是有一点点失真了 但是现在呢 就是它会 比如是调出ST 然后包括新股的这个纳入的这个时间 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大家这个预期 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以前咱们把这个上证指数的 这个失真的问题就解决掉了 改变了 杨永怎么看待 我们这个反弹的时间的周期的问题 就现在到底在反弹的什么阶段 就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可以坚定的 抱有这种多头的思维 我觉得多头思维是可以的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 结构性的行情应该今年都会持续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钱 确实是很多的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 我认为这一段已经到了一个 阶段性反弹的一个末端 但是这个末端并不代表说 真的到7月8月 这个指数会有大的一个调整 它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横盘的一个 区间的载幅震荡来消化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到时候就看市场 比如有什么消息面 是吧 然后获利盘怎么兑现 这个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调 可能不太确定 就是现在这一波的这个趋势的反弹 趋势的反弹 我们觉得基本上接近一个尾声了 因为从创业板指数这一块的话 我们觉得这一块的涨幅 确实已经比较大了 而且从很多的一个行业的估值来说的话 的确非常高了 当然估值不一定说马上就会跌 但是最起码有很多的机构在这里 的确是针对高位的一些品种 有一些见识 比如说近期从五月份以来我们关注的这个产业资本 简直最多的行业是医药行业 那么第二个就是从行业估值来看 我们今天也带来一张图 那么其实到现在各个行业的估值对比来看的话呢 我这边特别的是把这个红框框标出了几块 第一块就是医药生物 还有一个食品饮料和家电 那这几个行业呢 它就是基本上非常接近历史这个估值高分位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像同样的像左边这一块像一些传统的周期性的行业 包括金融性的一些行业的话 整体的估值水平都在历史最低位附近 所以这样来的话呢 就是说因为整个市场不缺钱 我们看到从五月份以来 这个公募基金的发行又开始爆量了 那么从这样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可能未来这个七月份八月份 整体市场的一个增量之间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从这个外资这一块来看的话 虽然说上周五这个富士罗素是被动配置了几百亿 但今天我们看到它依然是流露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外资和国内的公募基金发行的这一块的增量 对整个市场 它就是有一种这个指数上 脱底非常明显的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市场未来的指数 不是我们最需要去担心的 而是就是说选对行业和股票才是最重要的 好 这个创业吧 我们就简单的这个评述一下吧 吴海润跟我们分析一下吧 这个偏离五天线确实有点远 而且上周五其实还有一个缺口的 所以是不是会沿着五天线 就是保持它的上行的趋势 怎么看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一定是五天线 但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 就是说我们试想一下 我觉得上周吧 上周有一天就是医药股大跌 然后医药板块指数跌了3% 但是你去看当天的创业板指数 竟然没怎么跌 实际上它就通过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东西去做对冲掉了 就当时医药板块大跌跌3% 然后因为你实际上你创业 如果按照创业板前十大全中国中间 很多都是医药股吧 就你指数跌3% 理论是创业板指数应该跌的比较厉害的 但是实际上你去看当天通过互联网金融 然后通过游戏 通过科技 都去把那个跌3%的医药医药股抵冲掉了 所以我觉得总体上就应该来说 这个仍然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临长指数 而且这一点实际上大家也可以去看 就是美国市场来看 就美国市场实际上大家不用看 就是近段时间实际上走得比较强 但是大家去看它创新高的那些东西 我给大家做 我大概今天看了一下 就美国市场实际上创之前年初的那个新高 没有下跌之前新高的那些行业占比 它大概信息技术是占了28% 日常消费占了27% 医疗保健占了25% 大家听到这个数字 是不是跟我们现在A股市场中间 临长的行业相当吻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它的逻辑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虽然那些高位的东西 东西医药医疗可能存在着一些调整的需求 但是实际上对整体上面的指数 实际上包括创业版50中间 实际上有很多的东西它可以去做对冲 所以我觉得短期可能投资者有些是担心 因为那些东西必须高了 但是我觉得作为临长指数 我觉得它不会轻易的说进行一个 说多大的一个调整 当然我觉得震荡这种完全可能 好震荡上行 但是趋势还在 好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品种吧 其实现在很多人也都觉得说 指数涨的时候吧 其实运气好的你小赚一下 因为它就50左右的赚钱效益没有普涨 指数跌的时候呢 大概率你就是不赚钱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指数涨 你是赚指数 但是不怎么赚钱 但是如果指数跌 你就根本就不赚钱 这都是因为你所手上持有的这个品种的问题 还有就是可能节奏变得很快 然后你也变来变去你就很难踏准节奏了 所以咱们来说一说当下在整体的这个仓位的一个配置情况 哪些品种是现在大家可以逢跌逢调整的时候 是可以重仓去配置的 我们先来说说券商 其实券商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讨论过 就是券商有没有一定的持续的上涨的动力 那么今天呢其实券商是比较强的 虽然最终收盘只有光大证券是涨停的 上周有中信箭头是涨停的 但是整体这个板块今天涨了2.7% 也确实有一定的持续性了 不像之前对吧 但这个持续性今天这样冲高回落 到底怎么去理解杨勇怎么判断 应该说今天算是分歧的一天吧 因为对于这个板块来说 它是刚刚持续了两天 那么属四你强势两天的话 肯定第二天一般来说会有短期资金的一个分歧 那这里的话我不认为说这个券商 在这个时间段能够走得很远 因为虽然说它估值很低 近期也的确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利好 但是从这个市场的一个资金角度上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券商要走一个中线级别的一个行情 那这里指数肯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了 那特别是券商这个板块 它对整个市场的一个资金的需求又是比较大的 那这样来的话 这个市场一定要放量了 那我觉得八千亿不够 可能要放到一万亿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大幅放量 连续大幅放量这种概率相对来说 在六月底的这个时间段 我认为概率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券商板块在这一段时间 它的一个运行的格局大概应该是 跟以前我们类似当中也见过的多次的 就是它的龙头会不断地更替 比如说昨天这个领长是中心箭头 今天就变成了这个光大证券了 可能到后面几天整个板块它依然会活跃 但是它还会诞生新的一个面孔 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个股的一些机会 但是板块全面性的行情还没有到 吴海荣怎么判断券商股 我觉得这里做个补充吧 就是券商实际上大家就是都是在炒历史经验嘛 就当初实际上2011年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当指数盘整到很狭隘的区间之内 券商一轮暴动 所以大家都现在都有经验了 如果说指数未来看涨先埋伏了券商再说 但是现在这个板块的确大家的博弈分歧仍然很大 就冲上去里面潜伏的资金就涨慢 所以为什么造成今天券商板块指数 就是收了一根很长的上一线 然后五个涨停到最后只有一个涨停 实际上还是社会里面的博弈资金很大 但是今天有一点我觉得券商可能 就是很多投资者没有注意到的 一点就是我大概看了一下 大家可以去细看一下 今天领涨的券商是什么券商 你排排名靠前的 大家去看不像以前的都是小市值的那些东西 是大市值那些 今天涨停的光大不小吧 然后你看排在后面的是什么 光大后面的今天招商8% 升万红元6.7% 中国银河5% 东方财富创业板的权重 4% 就基本上你去看都是大 铜板块大市值的东西 然后你 以前长什么天峰 以前长天峰 然后你不能再 你再去看倒过来 就券商中间跌幅吧 就不叫跌幅吧 就是涨幅后面的那些 你去看今天跌今天排在最后面的什么 中银证券 刺新股 跌0.77% 红塔证券 刺新股 跌0.56% 然后是什么天峰证券上涨0.31% 就以往大家炒到券商 券商股一定是去先炒刺新股拉起来再说 当初最最早的我们记得什么 天峰也拉过中心箭头也拉过 红塔也拉过都拉过 只要拉到券商先把那些刺新股拉起来再说 因为市值小嘛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了动光大 动招商 动生万红元 动中国银河 动东方财富 你看这些都是大体量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要引起投资者思考 就是说我们以前炒消费电子炒牢头 炒芯片炒龙头 炒医药炒龙头 现在你看动到券商 乐点起来了 似乎也在往这一方面去靠 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引起大家注意 即使我们未来实际上不是纯粹的靠资金的博弈接力 我觉得未来逐渐逐渐的会 我觉得会逐渐的关注度会比较低 这是代表有增量资金开始布局券商板块吗 我觉得增量资金一定是有 否则今天也不可能这么多不要往上抽 但是增量资金有进来 里面的资金会砸 就今天实际上一定有外面的资金 你看今天券商板块是放量的 一定有外面的资金进来买的 否则你说盘中五个券商摸涨停 哪来这么多钱 一定是有增量资金 但是券商一定前面是有资金去做潜伏的 上周五涨 然后今天盘中又大涨 里面潜伏就卖了 因为大家也盼望 可能三星点在这里 好像似乎一下子也不过去 或者说这里好像似乎也不可能 一直连续放量下去 那就反正两天涨了不少 那我就卖 但是无可厚非的是 如果指数要出去 我觉得券商一定是具备比较弹性的品种 所以后期我觉得券商 大家还是一定要作为关注 这只是说你可能不是像之前的 就像比方说去年一季度的时候 2019年一季度的时候 当时刺新股一拉券商 那几个刺新股涨停连续来了 就可能那些个股一下子涨50%龙头翻倍 现在我觉得没有了 就是那些盘中连续拉了 从上一线回落 然后往下砸脚又有人去买了 就可能也开始走趋势 我觉得这点大家要引起注意 就未来的大方向 我觉得无论什么板块 都可能逐渐到业绩趋势资金抱团 这三点逐渐去做演变 而纯题材的接力博弈 这种情绪我觉得会越来越降低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 券商说不定有个中线的行情 中线的趋势性的行情 我觉得还是尽量的 还是多关注那些 就是有逐渐开始有趋势 然后业绩也好的那些 然后你在趋势 就大家以前做趋势的 那些东西一样 就是你找买点 顺势做波段 这个我都可以 但我觉得这可能有 今天因为券商股涨了 可能很多没关注到 我觉得这个提醒一下 这个现象倒是 以前都是涨一些刺心的 涨一些弹性好的小券商 而且今天它涨 下个季就换一个品种涨了 今天确实不一样 就是还是和以前的这种资金 这种主力资金的进攻的方向 是有区别的 而且最近大家会发现 就是活跃的资金 在市场当中没有什么作为 因为近期没有什么像样的题材 之前像有网红经济 当然现在之前也有免税 但是现在好像在题材这个角度上 是比较缺失的 这也就为什么我们看到 涨停板的加数是减少的 我们接着再来说说其他的品种吧 再说一下科技 芯片股 芯片股呢 今天能够表现的比较强 其实也有几个消息 一个消息说到了中芯国际 之前是上汇 然后现在过汇了 对吧 应该很快也会直接就上 A股的科创板了 在港股这边呢 中芯国际今天是涨了5.68% 那么芯片股呢 今天也都是集体有一些异动啊 像跟中芯国际有关的 也是大涨的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科创板的公司 互归啊 中微啊 华特啊 等等的 还有一个呢 就周末大家看到了 有这个科技ETF呢 重启了 就之前呢 是2月份这一波 科技ETF是比较凶猛的 对吧 但是随后呢 是被暂停了 然后呢 从3月份开始主要涨的 就是医药医疗 发了很多医药医疗的基金 但是现在呢 是看到周末有消息说到科技的ETF重启了 所以呢 今天科技股 尤其是像芯片股也异动了 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 怎么看待芯片的持续性 以及其他的科技股 杨文怎么看 相对来说 芯片因为前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的 它的一些代表性的品种 有过一段 比较长时间的一个调整 那么到这里的话 我们觉得 在这里 出一些消息面的一些 自己短期轮动一下 是完全这个有可能会持续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整个市场的 因为这个科技股炒了这么久 那其实便宜的并不多 那其实很多的资金就开始看位置了 如果你调的比较充分了 那位置又相对比较合理 在一定的消息的刺激之下 那么就会引来一部分的资金 去做一些参与 那这块呢 短期来说 我觉得应该还能够有一个延续 有一个延续 但是整体来说呢 我们觉得科技当中的选择 还会比较多 因为这个时候的操作 就不建议大家去追高了 因为除了芯片之外 你想想前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游戏传媒 强势过一段时间 然后后面又是这个消费电子 那么最近这两天 轮到了这个芯片 所以你会发现 从前面几个板块的 活跃的这个节奏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你去追一个 然后它就进入一个调整器了 所以我们觉得芯片 如果在后面 你能再冲高的话 就不建议短期快速去追了 而要等它继续 有一个回落调整之后 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去做一些 这种轮动和波段的 那是在科技里面 你觉得接下来 都是大家会有序的轮动吗 我觉得大概率 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就没有一条明确的 或者持续性的主线是吗 展示我们还看不到 确实还看不到 因为整体科技来说的话 我们能够找得到的 位置又低的 然后估值又便宜的 这种板块的话 展示确实是看不到了 基本上大多数的这种 我们说 今年的这个业绩 预期比较好的一些东西 然后又是新兴行业的 这样一些东西 普遍的故事 都是比较偏贵的 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还是轮动 好 稍后回来 听听吴海荣的观点 我们再来说一说 短线哪些品种 可以重点关注 了解一下 在我们今日股市微信 当中章目的锐头库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可能上 明时身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落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会晤你的点金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资类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伟 炒股不能凭运气 要靠好的方法 那我会把我实战中日常讲解的三阳开态抓超跌 介绍给大家 现在扫码领取一份 跟着我一起抓超跌 三阳开态抓超跌 贴近盘面的场景教学 找到案例股 分析个股的超跌形态和放量规律 教你掌握超跌标的的核心炒作逻辑 把握到手的反弹机会 没有逻辑 寸步难行 眼睁睁看反弹 却总是追高被套牢 如果你依然没有好方法 建议扫码领取 三阳开态抓超跌 我们教你学逻辑 明明白白做投资 通过每日视频教学 案例股总结讲解 理论结合实战 提高你的选股能力 同时黄伟老师还总结了四种经典摆入形态 和五种卖出注意事项 轻松把握买卖节奏 现在扫码领取 找准机会再做交易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练 中国发布对美加上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识着买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一聊 因为热点还是在不断地轮动 当然这个轮动 还是有活跃性的 只是看你重点 要关注什么品种 比如说我回头看了一眼 三月份 你只要看医药医疗 什么也别看 平均的收益超过30% 所以现在在六月底 这个位置上 重点应该看什么 我们听听吴海荣的观点 对 现在结构性的分化 应该说特别特别的明显 市场指数 你看不温不火 但是个股的两极分化 实际上相当相当的严重 有高高在上的 几乎一路走流的品种 也有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品种 我今天的话 主要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目前市场 就是一段时间强势的品种 现在动量比较高的 还有就是相对低位 动量开始提升的 走强的品种 那么我们大家去 简单的分析一下 那首先来看 我们现在市场中间 如果说位置最高的 就是说我觉得医药医疗 这个板块 就是一定要提 之前实际上是 春节以后走的最强的品种 大家去看医药 包括医疗保健的两个指数 实际上几乎是一模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沿着下方的趋势线 就是都一条条均线在下面支撑 然后往上走 那有些人就是感觉到 从应该说前两周就有这种感觉 就是医药股有调整 感觉运气 因为前期我也讲过 医药股有三高 就高涨幅 然后高估值 但是业绩又有比较高的确定性 跟成长性 有利有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的确确确 现在医药股中间也开始分化了 就不像以前 就是只要沾到医药医药都涨 现在已经开始有明显分化的 就原来靠的一些 事件性的驱动的那些品种 实际上从上周开始 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回落了 就有些品种实际上 也都已经回到高位 回落了一个一周 有些品种实际上 百分之十几开始跌幅油了 就特别是 而这些品种最集中的 是前两周加速 就是加速的越快的品种 就是回落的 或者说角度越陡的品种 回落的过快 一下子就下来 但是你如果去看 我上面的两张指数 就医疗板块的日K线 跟医疗保健板块的日K线 似乎从这两个K线 你也没看到说 很明显的调整迹象 就是大家从技术指标上来看 也没有放量滞涨 也没有说 这个大阴线下来 是吧 也没有看到这种 只说现在看上去 还是一种很温和的往上走 但是个股里面的分化 已经相当相当明显了 所以我觉得 在这里的医药板块 我们不能说 主观性的说判断 医药医疗板块 长得多了 就是头部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判断 但是我觉得分化 一定是明显开始了 特别是伴随着 如果说原来因为没有其他板块 特别是伴随着 如果说未来有一些低位的板块起来 那我觉得那些品种一定会进入分化 所以但是你单纯是判断这两个指数是箭头了 我觉得还不能这样直接去判断 我觉得有一些的品种 可能不受这个世界性驱动的那些品种 就是靠业绩稳扎稳打的那些 我觉得未来还是慢吞吞的往上 往上走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在这个医药医疗保健品种中间 中间实际上创新药 创新药应该为什么独立开奖呢 我觉得这个板块实际上是相 相对于其他两个品种中间 我觉得应该是时间上面更长的 所以我觉得创新药 作为我们整个医药医疗保健中间核心的东西 我觉得头部出来了 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关注 但是我觉得反正这三个 属于一个体量的 一个一个大板块中间 然后后面我们再去看 就是我们相对 强度也比较强 但是比医药医疗要弱一点 这里我觉得实际上几个 可以概括为差不多的 就特斯拉 就是新年软汽车板块 然后还有一个互联网 互联网板块实际上 主要是集中在游戏 就是这些偏多 因为它游戏里面偏多 然后还有一个是 应该就这两个 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我觉得还不是 消费电子实际上是最近才起来的 就是特斯拉板块 实际上互联网那一段 实际上已经起来了一段时间了 就这两个板块实际上是类似的 就是股价 但是你去看它涨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也都是绝对的核心的龙头在涨 你看跟涨的那些二三线的 实际上走的并不强 但是我觉得这里实际上 它也有可能会有 因为核心的那些东西 实际上现在都 你像特斯拉核心的那些 也都进前七年出的那个高点了 游戏更不用说了 有些实际上已经创新高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似乎也感觉有些 就是乏力 就盘中 我们也经常看到利好 但是经常能看到 松上去有上影线 但是我觉得这里震荡一下以后 还会向上 但是我觉得短期似乎这里 它的筹码 或者说向上 就开始脚步越来越沉重 然后我们再去看 就是剩下的消费电子 消费电子这个板块的话呢 我这个应该说 我上周来也提到过 就这个板块实际上是被北向资金 外资一路买上来 这个板块实际上是6月1号的那根 低位起来的第一根中阳线 中大阳线那里开始 实际上外资一路在买 就我们过去大概两到三周时间 外资对于消费电子的整体持仓比例 增仓了30% 就整体的持仓的百分比增加了30% 在原来的体量中间 所以这一批原来我们的就内置 或者我们公募的基金 实际上是现在逐渐在跟随 但是第一点是被外资一路买上来了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 消费电子现在也快接近 作为原来就是今年科技板块中间 原来调整最厉害的那个板块 实际上现在从板块指数上来看 连前期高点也不远了 但是作为消费电子 我们也同样的看到 还是核心的龙头的那些东西 你像力信 你像这个蓝丝 创历史新高了 对吧 戈尔接近历史新高了 但你去看就是排后面的那些 就除了6月1号的那根大阳线 有很多品种 当时大概差不多十家个股涨停以外 就后面几乎感觉也是就是 前面那些龙头趋势一路向上 那你觉得后面的会补涨吗 我觉得会可能会补涨 但是我觉得前提就是我觉得还是从这一点 就是我觉得后面如果这个板块足够强 后面一定会补涨 但是我觉得至少从这里 我还是要引导就是未来 无论就是哪些热点起来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引导去做龙头 特别是哪怕低位板块起来 也应该引导去做 大家放弃 纯粹就原来题材活跃那些接力的 我觉得这些逐渐逐渐大家要淡化掉 先选个方向 对选个方向 然后后面再去看一下酿酒 酿酒实际上跟我们的食品饮料差不多 就是说你看拉了一段 然后横了一段 上周五又创新高 实际上这个酿酒跟医药实际上有点像 就是你觉得它高了 你看现在实际上盘了一段时间又起来 但是它没有连续性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 这个酿酒跟医药这里类似 那后面我们看就是动量开始提升了 就是我们今天动的量板块 一个是券伤 另外是半导体 券伤是盘整了很长时间 然后周五中阳线 今天中阳线 就两根阳线 我觉得这里应该代表了趋势景 逐渐起来了 只是说后期拉回 那你逐渐找粉底的买点 芯片我们看半导体实际上也是 半导体实际上我们从去年 从今年年初开始 连续三次达到了半年线 然后后面两次 你看半导体指数的低点足迹在抬高 它在低位形成了五个基点 就底部形成了五个基点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然后重心逐渐逐渐的抬高 原来高位也是逐渐逐渐降低的 就是它把一个收敛三角形 做了一个收敛三角形 今天实际上把那个收敛三角形的底端 实际上往上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现在动量提升的两个板块 一个是券伤 一个是半导体 我觉得这两个板块应该在未来实际上做 特别是如果有适当的回档 投资者还是可以进行关注的 那就是说如果把这个时间节点放到当下 你再看未来两到三个月 可能券伤和半导体空间相对来说更大 或者说更确定性的位置 这是从位置的角度来得出的结论 好 我们再来听听杨永玄的哪些板块 大家还可以关注的 应该整个科技当中的话 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板块轮动比较快 而且在轮动当中 我们觉得有很多的方向都是可以去参考的 比如说像这个游戏传媒 我们觉得到七月份的话 像一些游戏传媒的头部公司 它的很多的游戏的新品也会出来 我觉得这一块也可以 那今天我们想重点跟大家聊 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链 那其实我觉得新能源汽车这个产业 在今年当中的话 本身它是一个应该是产业 非常前景非常确定的这样一个行业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带来几张图 那么其中第一张图呢 就是有关新能源汽车 我们国内的一个阅读销量的一个数据图 这个阅记销量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右上方 这一块 2019年其实在这个十月份之后 它的下半年的话 其实它的销量就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抬升 但是因为今年就受到疫情的一个冲击的影响 是受到了一定的这种脑洞的这个冲击 我们看到数据在二月份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但是从二月份之后 三月到五月份 这个数据就是出现缓慢的一个复苏 那这个呢 其实它的一个趋势 跟这个我们看欧洲市场这一边的话 是非常有这个类似性的 我们看欧洲主要的一些国家 以德国英国为代表这样一些主要国家 因为今年2020年1月份 欧洲实行全面的这样一个高标准的一个碳排放量 所以它的一个电动汽车的这个销量 是出现了一个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在前三个月的话 基本上各个国家 它的一个增长都是以百分之百以上的 这样一个规模来增长的 那其实这个跟我们去年的下半年 这个是有一定的这种关联性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也是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在四月和五月 欧洲市场这一边的 它的一个销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 但是在近一个月当中 我们看到五月份的它的一个销量 就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回落 那我们认为 只要疫情受到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缓和的这样一个控制的话 让我们觉得整个 不管是欧洲市场也好 包括我们国内市场也好 整个下半年的新来源汽车的它的一个销量 肯定是会重回到去年那种上升的一个冲道当中 那么但是呢 在选股票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板块当中 好的公司它的一个估值和股价也不低了 所以呢我们觉得 这个板块当中的选股的话 还是去要做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因素的重叠 比如说我们也去找了一些这个资料 我们发现近期 如果是结合事件事件的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们发现在七月份 这个特斯拉会有一个电视列的这样一个活动 那么其实特斯拉作为整个新来源汽车的一个龙头公司 也是广述这个全球投资者的一个关注 而在这个电视列当中 它会有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方向出现 比如说会有一个新的技术出现 同时它也对电池采购 会有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这个表达 所以在这两块的话 我们结合一个市场的表现 包括总体股价的一个位置 综合选取的一些相对来说 位置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些公司 比如说像磷酸铁里的这样一些公司 包括它前一段时间提到 要采用这个加兰可的一个孤 那么另外呢 还有像新技术里面 像干电极和这个硅碳负极的这样一些新的一些技术 那这个关联的一些上市公司当中的话 有些股价相对来说 还比较处于明显的一个低位 像这个两个孤 包括像一些这个中油的一些这个设备的品种 我们认为可以放地区关注一下 好 也就是说新能源 然后半导体 券商 是目前看来的一些未来的主线预期吧 稍后回来看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眼前 开手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目前市场每天都有热点 板块轮动太快 总是选不到好股票 怎么办 别着急 让智能选股利器多空雷达 帮你轻松把握行情机会 现在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立即上手使用 早点了解 轻松交易 多空雷达得益于新浪大数据分析系统 逐层挖掘市场投资行为数据 搭建当下强势股走势模型 并在三千多只个股中一一对照 挑出形态良好的短线龙头 扫描二维码上手体验 让多空雷达帮你找出当下好股吧 智能选股更要把握买卖时机 而多空雷达特有的黄金三角 则可以清晰地发现买卖趋势 红色表示多头信号强烈 可以开始关注 蓝色出现时空投信号预警 投资者要谨慎观望 操作简单提日及时 现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相信事实会给你答案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一股连连 中国方式对美加上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际卖股票学习平台 装修完成 你有多少遗憾 所有的需求都满足了吗 施工质量都经得起考验吗 从现在开始 打消所有的顾虑 让最佳计划当你的装修管家 今天你们啊 给我设计了这么漂亮的一个房子 这么小的地方功能 好强大呀 不要怕房型不好 不要怕采光不好 不要怕房子太小 最佳计划平台上 都是业内知名的设计师 再差的房子 在他们手上都能重获新生 平台二十项标准 严选合作庄企 采用星级平定 末位淘汰 确保入住庄企 施工过硬 最佳计划提供双重质检 除了第三方建理 平台上三十年行业经验的 老法师为您保驾护航 遇到不合格 全部推移到重来 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二维码 让最佳计划来帮您装修吧 我们不是装修公司 有任何不合理 都可以来找平台维权 最佳计划 找个管家来装修 海大百川 海巨英才 2020年上海高校毕业生 闯上海创未来 青年人才计划重点扶持行动 已经热烈启动 提升城市 活力 动力 创造力 后直都市 人才 英才 天下才 闯上海 闯未来 大家好 我是刘斌 上一次我分享了 逆势套利策略 给出逢低换出观点 这次我把成长投资的 悬护体系也加入进来 一整套逆势套利战法 分享给大家 现在扫码领取 一起延连起来 逆势套利就是利用 均线和波浪比论 提前判断标的顶部 和底部趋势 发掘底部机会 高位止盈 低位建仓 教你差时换股 不追涨 不杀跌 指数上上下下 普通散户 很难判断哪些板块和标的 具备底部爆发的逻辑 往往错失了抢筹时机 现在扫码 领取到手 用逆势套利战法 来发现底部规律 逆势套利战法 今天盘面筛选优质案例股 通过分析各股的趋势规律 和指标形态 教你掌握核心逻辑 判断底部信号 一看就懂 一学就会 还有优质成长股的 选股指标和选股口诀 等你来领取 老碰祥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请出黄伟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在今天周一 市场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 但整体市场的运行非常的稳健 那成交量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放大 应该说今天上午互试和深试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深强互弱表现得非常的明确 我们从创业版指数最近一直在分析这个板块 创业版指数我们看到今天再度出现了新高 虽然上证指数是收了一个因十字心 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创业版再度创出四年来新高 这样的一个事实 先行指标就是先行指标 一方面短线冲冠卫国指数回踩叙事 另外一方面科技股领长主线地位愈加清晰 一方面我们说创业版是市场的先行指标得到了印证 而另外一方面从主线上来说 科技成为了今天最大的一个风口 很显然科技我们又再一次 跟大家详细的在调整的阶段提到了机会 这跑在了市场的前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三个重要的题材 为什么今天科技股出现大涨 第一个时隔四个月之后科技内的ETF重新获得批准重启 第二个中芯国际19天过会刷新A股的上市记录 第三长江存储二期项目启动 半导体设备厂商空间将超一期的两倍 这三大消息让今天整个半导体及其相关产业链成为了市场的宠儿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 我们记得在之前一到二月 当时科技的基金是扎堆发行 广发科技先锋基金一天就卖出了超800个亿 随后我们看到二月份整个的市场 就是成为了科技的大的一个上涨的主线 而另外一方面 四月份消费的基金又出现了扎堆的发行 易方达消费精选基金一日售请100亿 随后我们看到出现了一波消费股的行情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信号 另外一方面 半导体我们看到又是一个时间窗口 5月5号中芯国际宣布科创板上市 迎来了一波快速的上涨半导体板块 随后6月1号科创板申请被受理又是年涨4天 而在6月19号中芯国际货批上市 在今天一根大大的阳线 完成了一个实体部分的突破 这就是事件封口给大家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性的机会 或者叫做波段性的机会 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科技封口再度走强 精细化布局是关键 并不是所有的科技都可以大幅的上涨 而需要精细化的布局 芯片中报潜力股的精选名单 在今天送给大家 你先拿起手机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领取芯片中报潜力股的精选名单 我们刚才说过要精细化的布局 怎么精细化 接下来跟大家讲核心的要点 首先我们提出两大维度 第一个是技术维度 第二个资金维度 技术维度要找那些强势上涨 短期出现缩量回撤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我们称之为低息 第二个就是资金维度 在底部震荡的个股可能还没有涨起来 但是下方的资金在不断的加仓买进 那很多人说了 那资金到底该怎么看呢 是不是成交量呢 并不是 比如我们看到ABC这三个案例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先看案例A 这只个股呢是典型的科技的一个案例 那底下的就是聪明资金 也就是北向资金近期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近震荡的过程当中 持仓数据在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加码的买进 像这样的品种我们认为 就属于刚才提到的第二类 B我们可以看到 稳健的上行 形成一个标准的上涨常态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后底下的外部资金 在不断的买进 而且买入的力度非常的大 像这样的品种 最近突破可能就是买点 像C我们看到完成了一个什么 箱体震荡 震荡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放量上涨 缩量下跌 从成交量的维度 似乎也可以去看 相反 像卫视通 航景科技这样的品种 我们可以看到 趋势一直在向下 而外部资金在不断的卖出 那这样的品种 可能就不是你需要去把握的品种 所以今天我们给出的这份名单 基本面 技术面 关键是资金面 三个维度 精选出的品种 都在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 也请大家现在 就拿起手机 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领取 芯片中报潜力股的精选名单 好的主持人 好 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拿出手机 来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通过有看头的线下讲师团 也可以和分析师们交流 希望对您当下的操作 带来更多的帮助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可以申购两只新股 分别是迪维尔和中传汉光 大家记得要去申购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今天也是比较平均吧 一半一半 但是选A的比例有所减少 48%对52%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了解 今天仓位不变得比较高 减仓的有25 最后我们看一下几个数据 先看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今天还是在买入 但是买入的幅度有所减少 那是肯定的 上周五有被动配置的因素 那么互股通是流入20个亿 深股通17个亿 我们看一下买入比较多的品种 一个是利讯精密 一个是东方财富 流出的是平安 还有五两页 两融余额是上周五的 略有回落 回落幅度基本上很小 最后我们看一下科创板 今天是大涨3.14% 282亿 今天这个成交量也放出来了 指数也突破了 所以有些个股 是不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我们看一下科创板的领涨个股 今天主要都是跟科技有关 吴海荣觉得科创板这边 有机会吗现在 科创今天指数上涨 就是涨幅比较大 我觉得还是跟 因为它大体量的那些东西 芯片实际上今天都大涨了 所以对指数的影响比较大 我觉得未来科创板 我觉得如果说市场走强 科创板这里 我觉得还是有不少的机会 大家可以进行挖 科创板50指数应该 现在成分已经出来了 成分已经出来了 但指数还没有出来 但是如果大家有模拟就虚拟指数来看的话 实际上是最近是走得比较强 走出来了 今天这一根就是明显的 就是走出来了 对 走出来了 发展 征战古海 瞬息万变 锦囊妙计 定胜负 纵观市场 窝鬼云爵 火眼金睛 变英雄 择时重于择 跟随大资金 用数据数化 顺势而为拥抱成长 慢值时快 倒重于数 远行业 看业劲 行业为刚 趋势为往 拨断交流 投资大人 席剧一谈 众说纷纭 华山论剑 每个周一日晚七点 谈谷论金 为您开启 价值投资盛宴 本节目由实战派 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 独家冠名 专家团队实际调研 实战派精英精准国际 尽数公告研报 网络超级牛股 每周一到周五晚 二十点至二十一点 公司与行业 为您解决投资痛点 甄选尊家投资策略 关天下 多大事 激荡最强脑力 汇聚顶尖思想 一体影响 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本节目由青岛啤酒 奥古特荣耀呈现 改变从微小的行动开始 美好在日常习惯里延续 城市新时尚 源于每个人的参与 以行动号召行动 人人都是志愿者 垃圾分类 志愿先行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经节目 长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志投 大家好 我是李婷 我是李婷